也许很多人不知道 地球诞生至今 先后经历了四次大灭绝时代 地表90%的生物全部死亡 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微生物得以残存 如今地球即将遭遇第五次大灭绝 几名被远古生物感染的人类 最先察觉到即将来临的危机 问题关键就在钻井平台 直通海底的主管道 将它彻底关闭才有一线生机 通讯主管老末虽然不理解 这跟世界毁灭有什么关系 但还是决定尝试一番 利用操控系统永久关闭管道阀门 从隔壁平台逃过来的幸存者哈利 也许知道一些内幕 他说总部的高管柯柯登上平台后 先是夺取了负责人的指挥权 然后利用主管道 强行朝海底灌输了一些东西 说要进行某项测试 结果平台突然发生爆炸 众人听完后心中一惊 还想询问具体细节 可哈利像是在忌惮什么 并没有透露更多信息 医生进行全身检查后 确定他并没有感染 接下来只要注意休息就行 负责人马格留了个心眼 让医生利用内网查询柯柯的具体资料 他总觉得这个人来死的目的不简单 结果出乎意料 柯柯居然不在公司名单内出现这种情况 要不他的身份是假冒的 要不就是权限极高 马格最近的繁星是太多 也没有精力充当侦探了 于是直接找到柯柯摊牌 隔壁平台到底为何爆炸 你来这里又想干嘛 柯柯表现得很直接 他说自己在执行总部的秘密实验 如果成功 石油的品质和开采量都会屈服提升 他将在这里继续隔壁平台未完成的操作 马格心中很不爽 这里可是他说了算 可柯柯却直接将他无视了 马格气得全身颤抖 他再次感觉到巨大危机 这个柯柯肯定想要搞事情 副手罗斯猜测 他的实验也许和海底的远古生物有关 要是老莫在这里就好了 他被感染后可以和远古生物沟通 这样便能弄清楚真相了 巴子虽然也是感染者 但是他的性格太过孤僻 不肯倾信任何人 也不善于表达内心想法 就在几人还在商量如何找回老莫时 这边的柯柯已经开始了他的捣乱大计 只见他利用总部高管的身份 偷偷将几名员工拉进小房间中 其中就有老油条伯顿 以及十分担忧如今处境的安全主管和厨师 他说公司正在进行一项秘密实验 如果顺利的话 这片油田便不会被关闭 在场各位也能保住工作不被辞退了 这对即将失业的几人来说 可谓是致命诱惑 于是立马决定站在柯柯这边 随即柯柯说出了自己的计划 实验的关键就是打通主管道 可操控区却被巴子老莫等人霸占 必须先将他们清理出去才行 公司提前在每个钻井平台 都储存了足够的实验气体 主要成分是二氧化碳 如果将它注入操控区的消防系统 那么就能将巴子等人迷晕 这是占领操控区最为有效的办法 几人点点头 立刻穿戴防护设备准备行动 柯柯身为总部高管 权限不是一般的高 居然能够打开连马格都束手无策的货柜 里面储藏着许多未知气体 老油条几人虽然不知道这是什么 但还是执行了柯柯的命令 这群人悄悄来到巴子所在的操控区 将神秘气体注入消防管道内 当防火系统激活后 身处控制时的柯柯左右看了看 他要做的就是在合适时间 关闭操控区的隔离门 确保里面的几个人无法逃离 而过道深处的老挪等人 还在试图关闭主管道 可这对操作权限的要求极高 老莫也是束手无策 他尝试切断硬件 结果却适得其反 管道居然自行打开了 想必整座平台在设计之初 就在极力避免主管道彻底关闭的情况 因为这对公司来说 将是一笔无法估量的损失 就在这时 巴子感应到有人进入操控区 小罗立刻起身 打算去门口看看 而巴子则不停地给老莫打气 只有将主管道关闭 远古生物才能免受攻击 提高对人类的友好度 如果引发他们的怒火 将给人类带来灭顶之灾 隔壁平台的负面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他们以做实验为借口 利用主管道朝海底灌输了未知气体 结果招来远古生物的强力反抗 最终导致整个平台炸毁 那么这种气体到底有什么作用呢 老油条博钝几人很快给出了答案 他们将未知气体接入消防管道后 随即打开了消防开关 大量未知气体被喷出 老莫很快察觉到了不对劲 连忙朝着门口跑去 老油条几人正准备喝池几句 忽然感觉身体一阵剧痛 接着便直接瘫倒在地 安全主管很快意识到 柯克提供的气体并不是二氧化碳 而是能够致命的有毒气体 于是他立刻大声呼叫 提醒老莫八子等人赶紧离开 老油条和厨师则要干脆许多 发现不对劲后 直接逃出了操控区 柯克通过监控看到任务已经完成 立刻关上了隔离大门 结果晚了一步的安全主管 直接被锁在里面 老油条火的肠子都清了 他没想到柯克如此狠心 为了除掉八子等人 居然连自己人都不放过 可老油条还是低估了柯克的野心 他的真正目的 是要将操控区内的所有远古生物灭掉 而未知气体正是杀死他们的戾气 八子发现过道内的绿色植物 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枯萎 随后他自己也瘫倒在地 而老莫好不容易来到消防系统的控制箱旁 可惜没有钥匙 根本无法将其关闭 最后也只能不甘地倒了下去 操控室内的柯克喜上眉梢 他总算完成了计划的第一步 水珍女医生突然冲了进来 看到监控里的画面后 知道柯克正在做坏事 于是立马将马格等人喊了过来 柯克解释说 只有将远古生物全部消灭 才能彻底解除人类危机 罗斯的观点恰恰相反 远古生物存活的时间长达几亿年 想要消灭它们简直是痴人说梦 马格根本没有打算争辩 还是先将人救出来再说 可惜他也无法远程关闭消防系统 必须前往操控区手动关闭才行 马格唯一能做的 就是开启隔离大门 罗斯担心老莫等人的安危 第一时间接过伯顿的氧气瓶 随后便冲进了满是毒气的操控区 首先看到的是已经凉透的安全主管 可惜他距离脱困 仅仅只有一门之隔 女人满脸诧异地看着已经枯外的植物 未知毒气效果果然强大 顺着过到一路前行 罗斯又发现了倒地不起的老莫 他先是手动关闭了消防系统 防止毒气继续扩散 接着将氧气罩递给老莫 希望对方能够赶紧苏醒 见效果不大后 他只能尝试将人抬出操控区 却不想枯外的植物中 飘散出点点淡蓝的光亮 原来远古生命并未死透 其生命理智顽强超出想象 过到中再次被蓝色光点充斥 而被远古生命感染的老莫 也跟着苏醒过来 罗斯心中大喜 赶忙扶着他朝外走去 而作为初代感染者的巴兹 也在此刻苏醒过来 唯独可怜的小罗 没能享受到复生的待遇 这场事故直接导致两名员工丧命 主要参与者老油条心中满是愧疚 后悔不该听信克克的蛊惑 这哪里是什么提高石油产能的实验 分明就是针对远古生物的灭绝行动 马格却一反常态地没有责怪他 两名员工并不是博断害死的 克克才是罪魁祸首 与其在这里自怨自已 不如站出来选择反击 老油条若有所思的点点头 随后马格在郭道上 遇到了刚刚脱险的老莫和罗斯二人 几人一合计 觉得必须剥夺柯克的指挥权 否则整个平台的员工都会因他丧命 于是柯克很快被关进单独的隔间 马格要求他交代有关远古生物的一切 即使不说也没关系 同样来自隔壁平台的其他幸存者 也能提供不少信息 柯克脸上难得地露出一丝郑重 他其实是在执行总部的命令 挽救所有人类的生命 统一时间 被远古生物感染的巴兹 痛苦地看着刚刚死去的同伴 眼中满是担忧和不甘 柯克的这次荒唐行为 算是彻底激怒了远古生物 就连同为人类的巴兹 也被远古生物排斥在外 彻底断绝了彼此之间的联系 想必拥不了多久 远古生物的真正反击即将开始 以上就是2023年 惊悚片钻井的第四期内容 看到这里也许有人无法理解远古生物的立场 其实他们起初属于中立阵营 试图和地球上最强大的人类种族建立联系 寻求共同生存的方式 只不过代表公司利益的柯克 多次试图将其毁灭 在远古生物看来 这就代表了人类对自己的态度 于是他们的反击也拉开了序幕 钻井平台的负面仅仅是第一步 之后要消灭的 将是以人类为首的智慧种族 这回地球能否避过第五次大灭绝时代 下期大结局将为大家揭晓答案 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